香港房屋協會界將軍澳翠嶺峰及屯門翠明台之後 相隔六年再推出資助出售房屋項目 今次新建的房屋是觀塘安達神道R23用地 項目正式命名為朗延 一共有422伙以中小型單位為主 其中八成屬於兩房單位 實用面積由303至658平方尺 項目預計明年首季抽籤第二季選樓 最快後年年底落成一火 雖然近期市貨未算理想 不過房協銷售及市場事務總經理安岳邦就說 港人對於住屋及置業始終有一定需求 所以對於銷情感度樂觀 他亦透露房協已經與16間銀行簽訂協議 可以向買家提供最高九成的安揭 而我們記者今日下午就去到安達神道地盤試測 附近有多個興建中的地盤 目測所見 R23項目正在興建上蓋 而交通配套方面 距離R23項目約100米處的安餘道 有未啟用的公共運輸交匯處 有的士站及小巴站路牌 亦有單車泊車處及單車勁 有地盤工人則說 現在有R23地盤 需要步行大約20分鐘 才可以到達最近的安塔村巴士站 亦有工人說 由彩虹站搭的士去到項目 需要花費大約70元 提供 週末 成 Luon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